根据路透社和纽约时报最近的报道指出 美国川普政府将向台湾出售至少5件到7件先进军武设备 那么以下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内容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美国政府在10月12号和10月13号向美国国会表示 想向台湾出售5套军武系统 这笔价值数十亿美金的交易将包含M-142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AGM-84HK增程型巨外陆弓飞弹 F-16AB战机四型精准弹药 及MQ-9收割者侦察机和AGM-84鱼叉反舰飞弹 M-142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是美国设计安装在中型战术车辆骨架上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M-142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最远射程为300公里 能够大大增加台湾军武的射程 增程型外陆弓飞弹是一种空对地飞弹 攻击范围可达278公里 这种飞弹能够配备于F-16 还可以接收外部感应夹舱 将飞机上的画面和数据传回地面站 MQ-9B收割者侦察机是一种非武装海上无人机 这架无人机可以用于帮助追踪海上的船舰和潜水艇 AGM-84鱼叉反舰飞弹是一种超视距反潜舰飞弹 可以作为海岸防御的巡航导弹 虽然不包括在已经公开的军购案中 但台湾也一直在寻求购买M109A6 圣骑式自行式155毫米榴弹炮 根据报道指出 美国川普政府还想向台湾出售海雷 根据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中 美国承诺会向台湾提供自我防卫用的武器 而根据路透社指出 中国大使馆呼吁华府停止对台军售 停止与台湾发展军事关系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两岸和平稳定 中国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 并坚决维护主权与国家安全 科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在数十亿年前 如果太阳的闪眼造成如此高强度的辐射 那么地球上的生命又是如何进化的呢 行星科学家表示 地球的磁场在四十亿年前 是无法让生命存活的 而现在NASA的研究团队找到了几项证据 可能助于解释常年之谜 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研究 阿波罗计划任务带回的月球岩石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于科学前缘期刊 科学家在月球时中发现了间接证据 显示当时的月球拥有更强大的磁场 科学家们推论月球当时的磁层强大 而且与地球距离更近 因此地球与月球的磁层产生了相互影响 该理论也推测月球与地球的磁场结合在一起 并与地球外围形成磁层 等于多了一层保护 达到更加保护地球表面的效果 助于创造生命演化的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窜烧 人心惶惶 根据世界实施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10月19日本新闻截稿前 全球已经有111万8千299人死于新冠病毒 大部分的死亡患者为老年人 不过缅甸阳光 这名100岁的老奶奶可不怕 她叫做Thinking 是缅甸击新冠病毒最年长的一位患者 她于10月8日出院 根据路透社报导 9月23日Thinking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出现阳性 随后就被安排进入隔离中心住院接受治疗 当时她的家人也进行了检测 而结果一样确诊 立委Y.F.Yohan于脸书发文透露 Thinking与病毒缠斗了15天 她并会出现任何临床症状 甚至更担心损悲的病况 根据路透社报导 Thinking在回到家中表示 她没有感觉到什么异状 食欲也不错 还能如往常一样自行洗澡和走路 这名人瑞等几代老奶奶 幸运逃过疫情 她说 我听说这个病毒大流行 全世界都很危险 但我觉得这个病没什么 二战时期的局势更糟糕 她的孙女文文义则表示 他们全家都很幸运 十位遭感染的家人都平安无事 但她也是很担心会再度感染 因此他们都乖乖待在家里 至19日结稿时 缅甸已经累积 36,025起确诊病例 888人死亡 为了想证明自己有认真工作 中国一名女清洁员竟然把马桶水摇起来喝 这样做会不会太超过了啊 这部抖音影片在中国社群媒体上引发热烈讨论 当地媒体红星新闻证实这部影片的真实性 拍摄地点是在山东重城飼料科技公司 影片中的主角则称为罗某 7月13日公司员工向红星新闻透露 这起事件是近期发生的 应该是在客户看见罗某的行为后 感到好奇就录下影片并上传网路 影片录下罗某直接从马桶取水并喝下肚 一旁的人们也拍手叫好 事后该公司遭指控鼓励员工羞辱自己 但公司代表坚称是罗某自愿的 公司发言人发声明表示 罗某的行为非公司要求 他只是想展现自己客尊职守 破了证时厕所打扫得很干净 连马桶水都可以直接喝 同时表示 罗某自2014年到职后 一直都很认真工作 也都称他为公司的模范员工 公司发言人也替老板护航 告诉记者没有人强逼罗某喝马桶水 发言人表示 罗某聚报已经喝马桶水 将近两年的时间 而这一切都是他心甘情愿 网友则对影片看法分歧 原来对罗某的奉献精神刮目相看 但多数人都觉得他的行为很恶心 简直是自己作践自己 你有想过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忍者吗 那么你应该要去樱花之巷 日本的伊赫市三重大学修读哦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45岁的三乔元一在19岁时住在巴西 那时他发现了忍术的重要性 日本三重大学在2018年开设有关忍者历史 传统打斗技巧和生存技能的研究课程 而三乔元一是七位学生中 首位完成忍者硕士课程的毕业生 三重大学位于距离东京约350公里的山区 曾经是古代忍者的故乡 2018年时这项忍者研究课程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所推出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忍者研究中心 根据日本时报的报道指出 三乔元一不只在课堂上学习忍者课程 它还种菜以及练习自我防卫的技巧 三乔在攻读忍者硕士学位期间 也学习了功夫和少林寺拳法 一同时在当地经营一间旅馆 三重大学国际忍者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日本历史教授山田雄斯表示 每年大约有三个人入学修读忍者硕士班 虽然学校收到了很多来自于海外的询问 但山田雄斯强调 这个课程是学习和谓忍者 而不是成为忍者 想要在网络上爆红 你可以做美食评论 美中部落客 或者是做些蠢事 像是安静的 坐在镜头前好几个小时 但是最近在印尼最快的出名方式 竟然是对着手机的镜头打喷嚏 印尼一位高中女学生 Jidana Dutriya 原本想要拍摄一支抖音影片 她接受当地媒体 Tribune采访时解释 当时她已经开启了录影功能 但当她要准备开始拍摄影片时 突然打了喷嚏 便急忙关闭了镜头 不过这部影片是怎么被上传的呢 Jidana说她本来并不打算发布影片 就把影片留存草稿而已 但当她在编辑影片时 不小心睡着 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在恍惚之中按错键 意外将打喷嚏的影片po上网 该短片立刻被全球网友疯狂转发 短短一个礼拜就吸引超过1000万人次观看 还获得了超过75万个赞 让她始料未及 想要成名吗 不妨学学Jidana 打个喷嚏试试试看吧 部分亚洲国家仍在进行狗肉交易 而南韩也位列其中之一 动物福利非盈利组织Lady Freethinker 今年夏天揭露南韩一间狗拍卖会的惊人内幕 根据people.com的报道指出 一名卧底特派员 前入了南洋洲市南矿拍卖会 设法取得南韩大型 且少数仅存的狗肉拍卖会影像和照片 根据调查 拍卖会一直洋装成狗狗繁殖场 现场有超过200只狗狗 三四只狗狗被关在一个小铁笼内 住在那边的狗狗生活相当客难 他们所处的环境并不适宜居住 而且毫无人道可言 拍卖会则是等狗狗长大之后 再把他们宰来卖 据报指出 夏天时可怜的狗狗会被卖掉 并据幸在一年最热的三天 可以用来煮成狗肉汤Bulk Nut 该组织发布的新闻稿中提到 在此期间吃狗肉 据幸能够以热制热 然而吃狗肉 其实并没有办法帮助人体降温 Lady Freethinker的发起人 和执行长Nina Jaco表示 她很压抑现在 还有如此大规模的狗肉拍卖会 正在营运 多年来有许多动物保护人士 要求南韩政府颁布禁令禁止吃狗肉 但仍旧难以撼动部分保守派的观点 虽然2018年的调查中 有70%的南韩人 认为未来不会再吃狗肉 但狗肉繁殖场 目前还是能够合法营业 如果你也想停止 南韩的狗肉交易 可以加入Lady Freethinker的情愿活动 我们已经将连结放在说明栏供你参考